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22日 这是今天第六场读报典型节目 刚才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 讲到江西省 有一个大学生的运动会 一个高校高等面校 学生们都在高校那个年代 现在回想是最有意思的 我也经历过那个年代 年轻人聪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思想很活跃 那个年代正好改革开放和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邪教叫习教泛滥成灾的年代 思想僵化人们变得非常伪善 人们之间关系变得很不正常 在那个年代还是不错的 也就是1982年我大学毕业了 78年正好在那个年代 是考上大学的第二批 第一批我没考上 我老家数学不及格 这个又考了半年 总算是挤进了辽宁大学 混上个大学生 就混上个人们狗样 是吧 所以在那年代 那个也搞过运动会 我要讲的什么 就是10月19号发生 所以说在江西省 叫师范大学 举行的运动会开幕式 开幕式肯定是院长 党委书记要秀一秀 是吧 我最烦院长书记上去讲话 这个 讲那陈词了 人们听了以后烦 是吧 所以一位女生 据说因为迟到跑进体育场 大家都做好 一个小女孩跑进来 一下子惊艳了全场 原本这个党委书记和这个校长想在这个会上训训学生 不外乎吹捧习近平 说习近平的教育思想就开始催了 越催就学生越烦 幸亏有这么个女生 忽然间迟到了 而且走进会场 走进会场 原因还有两个特点 说一个时候呢 长得实在是太美了 确实是 爱美之心 人极有此 那绝对赛过杨贵妃 胜过这个昌娥 像昌娥奔月 挺漂亮的 这是一个 第二呢 穿的超暴露 是这个叫吊带 吊带裙 我不太懂这东西 反正是这个裙子很漂亮 给大家看 这个女孩的这个气质高雅 身材这个修长 跑进会场的动作又显得呢 这个给人感觉就是 用什么词来形容 可以这样讲吧 真情万种 说这词行不行 给大家看啊 你看这个女孩 跑进了会场的女孩啊 我给她放大一点 她的分材还很好 又穿着一个紫色的衣服 我不知道这个衣服 叫什么衣服 亮灯厂 你看这女孩 往下一点 为什么要给大家仔细看啊 就是因为这个 引起轻软大多的女孩 跑进会场以后呢 因为大家不都说好了吗 党委书记啊 校长这准备 吹牛皮了 吹习近平的时候 竟然这个女孩走进来了 是吧 而且这个女孩 腿还特别修长 给大家看 这个腿就是啊 确实是挺漂亮的 这一走去呢 发了 宣宾多主 院长书记还生气 为什么 这时候正是大家要看着我的时候 是吧 要学习学习思想的时候 竟然出现这么个女孩 就把这场子冲了 就讲这件事啊 挺有意思的 所以于是 舆论哗然啊 就讲那个 人们就开始议论了 在学校几千人的操场跑起来 真是美极了 高开擦 大露背 就可能后背 这个基本上都露出来了啊 说说子依女子跑进体场 最生气的就是校长了 抢了她的风头啊 就讲这件事到底好还是不好啊 很多人都都在这议论 本人认为啊 这太好了 生活就需要这样的 多姿多彩 说啊给人们带来美 这些大学生 尤其是女大学生 一看生气啊 怎么让她抢了风头 我为什么这么好 没有这么好的身材啊 就是啊 男的一看 哎呦 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 就是想乳飞飞 浮想脸片 是不是啊 欲罢不能啊 是不是啊 就开始胡思乱想 人间需要爱 需要美啊 这件好事啊 人们让大学生有活力 总之啊 反正你们千万别学 那个学术性 越学也完蛋 学完人和人之间 互相之间 兼职计划 斗 斗的 怎么能生孩子 斗生什么孩子 是吧 谁不理谁 只有爱 这个社会才有活力 是吧 民族才能繁荣 国家才能昌盛 是吧 才有未来啊 所以太好了 有些人假装正经 哎呀不好 他是故意的迟到 给别人看 故意也好 最起码有这个勇气 但挑战习核心 是吧 挑战这个小习近平 那江西西西班学院的院长 校长 初级都不就是小习近平 在那个地方研九点 是吧 站起来拿个稿件 假不假 是吧 其实私下 也是 心里痒痒的是吧 他们都给这个女孩 霸占了 是不是啊 所以他这个女孩 这个消息是社会新闻呢 我认为太好 都威胁这样的女孩 最好能在天安门 有什么活动 说习近平这样讲话的时候 突然冲进来一个小女孩 比她再漂亮 叫习近平 狼狈一把 是不是啊 你关键恐怕很难 因为什么 那些公安王小红早早就盯住了 是吧 为了拍马屁 可能任何人都不让你进那个 闲人都不去你进场 她这是个偶然世界 但是肯定有社会情调 那么 哎 后边还有个照片 这个女孩这个照片更漂亮 你看 这更清晰的大家看 你看 这小女孩你接受吧 她也是精心画的画 这一世界散亮 散亮 这才是这么讲吧 你看这才知道 社会充满着活力 还有希望 是不是啊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消息 现在这是我跟你开玩笑 现在这个形势不好啊 这个这个第三次社大战 可能马上就要来的 我们还是回到现实当中 刚才看到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概括的非常好 至少有七个国家将卷入什么 这场战争呢 以巴冲突 恐怕引发第三次的社大战 他分析的很好 他讲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呢 七星族立的哈马斯 因为巴勒斯坦那边派系很多 中国有温可费 阿巴斯就是温可费 这个哈马斯就恐怖主 他这个说这个战火蔓延了 英国前海军司令叫威斯特上将警告 他为什么英国是现任的这个司令都是不敢乱讲话 因为你现任官员 你讲完以后都承担责任了 就钱不要紧 讲错了讲错了 咱哥们需要休息一会儿 讲错了 对不对 其实这是传递什么 传递就是英国的情报系统 对大家的警示 告诉你们不要开玩笑啊 这场加沙危机入围 持续恶化 英国美国可能向以色列派出地面部队 如果英国和美国派出不对的话 英法连 叫英美联军 是吧 一旦出现了 里巴伦 叙利亚伊朗和俄罗斯恐怕将卷入了 对俄罗斯高兴 普京高兴会了 普京打不下去了 最好有这么个事 把他给精力分散一下 对吧 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这样讲 威斯特接受太阳报访问分析 不过太阳报有的时候不太靠手太阳报 说加沙目前的局势危险一些猛烈 可能演变成一场战斗 无仇军事联盟暴力抗议和大量媲美伤网结合 就在这个情况下呀 这场危机即将引爆火药桶 如果依循他设想的六阶段 他分六个阶段 他给你分析 那么第三上大战就来了 这不是开玩笑的 那么我们将来了 迎来了战争年代 和平年代总结了 是吧 他说威斯特认为啊 以色列可能采取包押手段 李赛蒂现在正在 老拜登和这个 布林肯给哄的是吧 说救援车队来了等一等 平方部队可以可以打 这个拟入自立权是吧 是正义的 还算的打 稍微等一等 我我那个 要帮助你啊 从这个拉达 这个进这个是吧 进这个联合国的救援部队 救援这个物资啊 哎 先放20 过程台别着急 我还有 还有一百二十多人等着 全世界各地援助都来了 有几千辆啊 您家老拜登是挺有办法的啊 是 所以这个官场老游子 你别你别看拜的年纪大 他四十多年当官 他懂这套东西是吧 这就是什么 软刀子是吧 你看 早上的还有一百多辆在这等着 这不是这个我的呼吁 这二十辆你就算算了 这一天过去了是吧 第二天再过去二十辆 第三天再过去二十辆 第三天再过去二十辆 第四天八十辆 快一百块完了 别着急 又来一百辆 是不是 这老拜登这个就 提名还延长的入去 这个地面反击的这个时间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然后想想办法 怎么能使这个纳塔湖里 这个冲动的情绪冷静下来 是吧 你看这很有意思啊 他说维斯特认为啊 以色列想要报复 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若以以色列猛烈攻击 反应过度 将使阿拉伯市集 因口拒而退去引发反弹啊 但我问你 什么叫过渡 渡在哪里啊 很难把握的问题啊 这是很大的事啊 他分析啊 对加勒的封锁即将发生的地面 入去很可能成为转折点 就世界的转折点了 就是没有食物和水电 加上地面部队攻击 巴勒斯坦可能大量伤亡 他一旦进去 肯定伤亡很严重啊 当出现大量伤亡时 阿拉伯世界就会改变了 态度就会改变 今天你看网上那么多的 引爆的舆论的图片文字四评 美国现在是吧 支持巴勒斯坦 支持以色列 支持哈马斯的流行事例啊 而且严重的是 一旦加沙死上惨重 黎巴勒争争队 就可能介入了啊 其实现在就开始造中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战争蔓延到黎巴勒 假如到下一步了 就是伊朗支持了珍珠党 和在黎巴勒 拥有强大的军事政治控制权 就这个伊朗是这个珍珠党的后边 珍珠党后边还有一个大哥 是西域和普京啊 你要知道这是大的 连锁的 说是06年 和以色列的毁灭性战略 以前发生过 多种是1200条人民 在哈马斯7月突袭以来 珍珠党持续向以色列北部边境发射火箭弹 扬言他声称啊 要在十级成熟时参加 十级成熟就是地面开打的时候 他认为成熟了 他就开始进入了 边境爆发灵性死亡冲突 其中一名 他说这个 他在他讲啊 他说呢 这个 珍珠党扬言啊 就是如果你突袭 进一段开始攻击 十级成熟 他就要进去了 边境发生零行冲突 其实现在边境已经发生零行冲突了 不是规模很大的 珍珠党没有全部进去 其中一波涉及到了记者造成一死六伤 各国担心冲突会在黎巴嫩 开辟新的战场 纷纷警告珍珠党切勿卷入 就现在这个 要开辟新的战场 这完全有可能啊 维斯特坦言 他说眼下的局势啊 相当危险 如果珍珠党介入了 对以色列来讲是真正的麻烦 以色列现在就又面临一个敌人了 对吧 因为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情深圣迹 就存在着美国和英国介入的风险 这时候美国和英国就开始介入了 这是美国情报部门透露的 通过一个退休的将领 透露出了消息 你看 耶路撒冷 长期将珍珠党思维比哈马斯更大了一些 因为珍珠党的武器更加险进 包括精准导弹及无人机 那无人机哪来的 大将无人机 呼呼往了卖 你看那个 习近平心情好派 这个袁家军 是吧 我过去发过的视频题目叫 袁家军不是西家军 是吧 你看 他在中央代表团外访 哪些国家 你想一想 这才几天的事 对吧 说是 因为珍珠党更新先进武器 说威斯特认为 如果珍珠党参战了 以色列将强烈的环节势必攻击黎巴伦 但黎巴伦实际上一团混乱是容易瓦解 就黎巴伦这个不敬打呀 如果真是和这个以色列的话很容易瓦解 这样导致更多不群灵性 你瓦解你占领了对吧 然后伊朗其他国家对吧 所以黎巴伦爆发清巴勒斯坦暴力示威 英国外交部已经下令公民离京了 就现在黎巴伦的事很麻烦 很多拥戴拥护这哈马斯的 街头的抗议活动很多 英国的外交部害怕了 咱们英国人都赶快撤回来 说怕到绑架为人质 说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也成为攻击目标了 那么这个英国官员担心 伊巴战争随时可能延少到这个脆弱的国家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他说叙利亚和俄罗斯联手 在下一步呢 说考虑到黎巴伦卷入的可能性 威斯特认为下一个很可能是俄国支持的叙利亚 叙利亚也要进来了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总统阿塞德可能会觉得应该以某种方式参与 问题是阿塞德受到俄国的支持 可能成为普京介入的手段 阿塞德和普京俩是铁隔的问题 而这个家伙大家已经知道了是吧 这个习近平和普京关系就超好 你看都连在一块 威斯特讲的这场战争 转移大众对乌克兰的注意力 俄乌战争你看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是吧 以前都是全世界聚焦乌克兰 媒体打开全是乌克兰 完了 泽林斯基到处走啊 风光无限 现在完了 你看很少有人谈的这个测量司机了 那支援这个武器枪炮子弹肯定是少多了 那俄罗斯乐外的 俄罗斯把俄罗斯救了 你看这都连在一起的哈 他说呢 这个威斯特讲这场战争转移大众对乌克兰的注意力 本就对普京相当有利 横接蹦高跳 所以越能山峰点火就越开心 俄国盟友伊朗有力外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普京 他的三架飞机来到北京 你知道吗 那两个飞机全装的摩台酒啊 我告诉你 拉回去摩台酒 回去直接喝那摩台酒好喝的是吧 俄罗斯人特别喜欢喝酒啊 因为他那样天气冷了 零下四十多度 你看那个黑河对面那个阿摩尔杰特说 那些你不喝酒不行啊 你小女孩你喝酒喝得喝酒 最后总是用小女孩什么男人 就是就开始 一共就惯了你故意的 子们多会点 刚开始还想惯人 那黑龙家那些人呢 都知道这个事了 他们为了逗这些生意合作活从南方来的 就说今天这两个 我不是小女孩啊 哎呀这怎么跟你讲嘛 可喜欢喝酒 这不太好意思 你得主动劝一劝 这几个人不知道啊 就这一劝坏了 人家喝的酒就喝水一样 你不用劝了 等你劝一会他明白了 他刚开始还拘禁一点 等你劝一劝一看 酒可以喝坏了 这一箱酒人家一会儿 就像打开汽水的 你喝一斤两斤 稀松平常 一会儿跟我劝的那 南方的老板 老板就自然就是自我第一 去了 后来在那凳上 哎我休息休息 我还想 翻身就出雷啊 我只看过这种生活场景 在那个就是 飞龙间或者哈尔尼呢 千万你可别劝人家俄罗斯小女孩喝酒 就是 前苏联这些共和国 就是 我都称了死堂国 就死了堂的地上的国啊 那酒挂着太厉害了 真的 所以我给 我给你们查一下小故事啊 这篇文章讲的情况非常危急啊 他就讲呢 这是第三部分 第四呢 如果伊朗在开战 你看 他说威斯特分析 伊朗可能运用自身的影响力 在其他国家煽动恐怖种 挑起对 以色列的攻击啊 如此一来 以色列就会认为 应该回应伊朗 因为伊朗最恨的美国 对吧 他俩这个仇 接这个仇 不算完 上次 苏兰曼尼嘛 叫这个 斩首行动美国 给它干掉了 真惨啊 伊朗不敢 不敢打是吧 这个火放 路里放 就像习近平当时 这个 纳斯拉大使馆也轰炸了是吧 你看 胡锦涛到飞机场 接着骨灰 那个可怜样 等到我们强大了 怎么怎么样 是吧 我是 那时候我在这些监狱 好像刚放 我还是没放 我看着电视了 就胡锦涛跟我们一样 是不是啊 你看习近平就不一样了 终于是什么 就可以薪仇 比如说现在 中华民族强大起来了 一定的报仇 是不是啊 你看复仇心里人都有啊 不光是习近平的问题 比共产党本身是很生气啊 就是大使馆这事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伊朗也是啊 这篇文章讲啊 如此一来 以色列就会认为 应该回应伊朗 如果情况恶化 这时候美国没有尽力支持克兰的 我就告诉你 这很大的事啊 他说 伊朗是哈马斯 其珍珠党主要的支持是势力 德黑兰一再结构 地面入群加上将招致 来自其他战线的回应 那意思你要地面给它进攻 我们就开始进攻伊朗 五美国和英国卷战 如果卷战的大战就爆发了 那习近平呢 我告诉你 我猜测的习近平可以怎么样 他这篇文章没写啊 他说 美英已经派遣陆军和海军力量 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 并维护地区本地 如以军弱入群的枷杀 廖将引爆一场残酷的持久战 你因为看这地下城 你不可能突然数决都跟你讲吧 最好准备了很长时间 最终可能在北边 北部前线和珍珠党交战 已向北部边境派遣数千人 预为一步的一样 那么维斯特指出 若以以色列 珍珠党和哈马斯 开始分本领袭 就存在着英美介入的奉献 如事态真的出问题 北约将寻求增加我们在地中海东部的军力 因为这场战争演变成了大战了 到那天 北约这个不是盯着俄罗斯的乌克兰 俄乌战争了 这个就麻烦了 那你看最后他怎么写的 第六 沙特阿勒伯比克截入 如果沙特阿勒伯比克截入 如果沙特阿勒伯再截入更麻烦 它资源丰富 你看维斯特认为 引爆世界大战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沙特阿勒伯比截入 伊朗呢 常年支持了也门胡塞部装的组织 其实胡塞已经发射飞带了 说也门叫美国拦截了 是吧 他说而他们正与沙特阿勒伯比交战 沙特阿勒伯比交战 与伊朗的共同点是强烈仇恨美国进行撕裂 习近平为什么早就跑到沙特阿勒伯 是吧 那习近平是用整个阿勒伯世界和美国抗衡的 他有他的招 是吧 这就是什么百年次被剑派边局 就上一次习近平见普京兵走出握手 讲了啥话 现在终于隔盘脱出了 就讲这个事 所以美国宣布呢 力挺以撕裂 恐怖分子也开始向美军驻叙利亚 及伊拉克基地发射火箭弹 而胡塞叛军向沙乌地境内发射伊朗的制导 已经激怒了沙乌地 维斯特指出 上述情势 加上可能将笼罩中洞的大规模混乱 恐怕激怒沙特阿勒伯 实际卷入战争了 那这个文章没有讲 最后以后会增加一步 如果打到这个程度 你告诉我西兵打不打台湾 你一定要打台湾 我就跟你讲了 那当然了 西兵在看当时是什么战局 是不是有利于他 是吧 你看最近最近两天 西兵又开始挑这个 这个菲律宾这个事 对不对 菲律宾补给船 上一次送去送上物资 西兵已经发了头了 他失败了 他说本着人道主义原则 那现在怎么不讲人道主义 十几遍了 习近平认为这个时候变 就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哈马斯突击这一次 已经牵涉了美国的一只腿 美国没有经历顾及 所以呢 中共关于反介入 就台海反介入 他认为这时候 吃拿就稳了 这可能就要打台了 本人认为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你看现在 美国 这个中共我对美国现在不在乎了 你看今天 发广的最后一条消息啊 10月22号 中央广播电台 新日说法报道 叫迷失境外 报道了什么呢 北京破获一起重大间谍 抓了一个美国间谍啊 你看 谁敢对美国这样 是吧 中共国很强硬啊 中国国防军工单位 一名姓侯的工作人员 13年 被拍往美国一所大学 担任访问学者 被美方胁迫 出论中国国家机密 随后被发展成一名美国间谍 他讲这个事啊 他说 中国国安部星期天 在微信公众号指示 声称 间谍活动于欺骗 诱惑 阴谋相声相伴 社会公众要增强 防范意识和法律支持 一看就是在这个 最近时期 专门找这么一个 所谓简别啊 精心包装呢 他说 中国国安部在提示中讲 任何危害 国家主 国家安全的 违法犯罪行为 都将受到严惩 有意思即使美国在 也不能放过 是吧 就证明什么 他现在不怕美国啊 央视报道 这个姓侯的男子 在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他的一位教授 将一位自称为咨询公司 雇员的人 就介绍给他 而此人真实身份 实际上是美国的情报官 而他所称的咨询公司 也是一个掩护 央视子说呢 姓侯这人 后来在几个月 遇见为情报官员的交往 成为关系 越来越密切的朋友了 此人随即要求 侯先生担任公司的顾问 每月给多少钱呢 600到700美元 现在给这两钱 他就能成为间谍 我是不相信 据官方报道 侯母母 因为这件事 十分恐惧 说考虑到他的妻子和儿子 在美国 他家在美国 而且呢 此前跟对方签订了咨询协议 就他跟人签了协议 也是加入这个敌对组织 间谍组织 为客同意了雅各部的要求 报道讲 21年7月23号 他被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 查获和带领 这一看就是 国安部陈文青精心准备的 找到了 为什么 这个陈文青就来自于四川 是吧 四川安全厅 是吧 你看六四天吧 案的 那不就是陈文青搞的吗 是不是 这一看就是国安部精心策划 搞的是案的 为什么 就和美国可以对峙的 所以现在 中美的官司走不回去了 这篇文章讲 目前后母母 以移送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搞不好在他判十年以上了 就是 十一级法院 这是一审 二审是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中审制 人在上述也没有用了 所以他到监狱就复兴了 他抓这么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 现在我不太清楚 他的国籍是哪个国籍 如果他是美国籍的话 那中美将来很可能 要在这个地方角力了 又变成什么一个 中国又抓一个人质 是不是啊 昨天抓这个英国的企业高纹 是吧 那前几天释放在澳大利亚的城里 是吧 杨军还没放呢 这边又抓美国一个 你看 中美之间的对抗 进一步的升级了 这实际上就是什么 阿战雷林之前的信息啊 太可怕了啊 好 谢谢